大家好,最近有话有反映自己养的茶花 它长出来的心叶会出现一个卷曲的现象 而且心叶特别的脆弱 它的叶然边缘会出现发黄 甚至是后期逐渐坏死 然后它担心都是纳根的 然后它脱盆一看发现这个茶花 它的根系特别的脆弱 而且根系的生长点已经坏死了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我们养护的过程中 盆土长期处于一个偏酸的养护环境 然后导致茶花出现了缺钙的现象 茶花我们都知道它特别喜酸 但是在一个酸性条件下 又很容易造成钙元素的缺失 钙元素的缺失就会造成根系和心叶受损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最好的也就是最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就是要给它补充一些钙元素 那么常见的就是这个骨粉 骨粉的话不仅还有丰富的凝元素 它的钙元素也是非常的充足的 那么充足的钙元素可以有效的 为盆土补充它缺失的钙元素 那么对于根系还有心叶生长 也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这个骨粉我们应该怎么用呢 骨粉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盆土 表成的土可以适当的给它产生一点 然后再把这个骨粉给它埋进盆土里面 然后再把这个土填回来就可以了 也可以在托盆的时候 在盆底给它垫上一层羊分之后 再给它垫上一层这个骨粉 也可以有效的为盆土补充充足的 铃和钙元素 盆里面埋了骨粉之后 如果担心这个骨粉它释放养分过慢的话 我们可以再给它使用上这个叶米原路 然后与清水按照1比500的比例对水稀释 然后将它完全溶解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再来给这个茶花交换 这个叶米原路里面富含也有非常丰富的 这个微生涡有液活菌 它可以加快这个骨粉里面的有机质的分解 让它尽快被蜘蛛所吸收 那么这样就可以有效的补充这个钙元素了 当然了大家平时也可以去买一点这种土壤专用的钙肥 来给这个茶花使用也是可以的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